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這一節已經到了第11集了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11集了 這一集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集我們講到名單的蒐集 然後就講很多很多 這一集我們就講 名單蒐集完了之後 你要做的事情很重要 就是什麼? 就是要去跟進 因為蒐集之後 他不一定當下就買 所以我們才要蒐集名單 對不對 所以蒐集完畢之後 假設你一天可以蒐集到10個客戶的名單 那也許一天只有一個人跟你買單 那另外9個人呢 我們要利用跟進的方式 跟他建立信任關係 我剛剛講的這個10個 是代表完全不認識的陌生訪客 那我們接下來的跟進流程 我先講一下 跟進為什麼很重要 以前我在Toyota賣過汽車 然後我們的課長就跟我講說 每天去掃接 那我那時候想說掃接的目的是幹嘛 他說掃 我一直以為掃接的目的就是要賣給那些 那些客戶車子 那後來我們主管跟我講說 不是 第一個目的是去練膽量 就是跟陌生人接觸練膽量 所以去掃接 有沒有人不知道掃接什麼意思 不是拿掃把掃接 掃接是一間一間 一間一間店面去做拜訪 譬如說這條街 是我負責 那條街是另外一個同事負責 然後我們就一個人掃一條街這樣 右邊去然後左邊回來這樣 每一個店家都要掃 然後都要交換名片 那我們課長跟我說 第一個是練膽量 第二個目的呢 你跟他交換名片 跟他認識一下 然後第三個目的呢 就是以後你跟他混熟之後 不是要賣他車子 是希望他如果遇到有朋友要買車 可以轉介紹給你 這個才是重點好不好 不是賣他們車子 如果你那條街上 你可以認識幾十個人的話 你很難奢求說這幾十個人 裡面有幾個人跟你買車 因為那個量還是太少了 最主要的目的是跟他們混熟 然後之後他們的朋友 因為他們開店 他們的客戶或他們的朋友 如果跟他們聊到要買車的話 至少因為你跟他混熟了 他會想要介紹給你 他不會 因為很多業務 但是他們一定認識很多賣車業務 可是他為什麼會介紹給你 因為你跟他比較熟啊 就是這個原理 那我們收集客戶的名單 主要的目的也是啊 就是我們希望跟客戶混熟嘛 那我們不奢求請客戶轉介紹 因為陌生訪客從網路上來 完全沒有建立信任關係 他自己都沒有買 他怎麼可能幫你轉介紹呢 對不對 在網路上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你怎麼去跟進 在跟進裡面呢 我們把它點開看一下 哇 好 我慢慢一個一個講 分幾段來講 一次講不完所有的跟進 第一個我們有自動回復性的系統 再加上系列的信件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呢 表示你可能剛接觸網路行銷 那網路行銷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透過幾乎全自動化的模式 去跟客戶做長期的交流 但是呢 你跟客戶交流不太可能 一對一一來一往的交流 除非那是現在的LINE ADD 他加入你好友之後 可以跟你一對一聊天 或者是他進入你的粉絲團 跟你對話 或是他在你的臉書成為好友 跟你私訊聊天 但是基本上這種速度也都太慢 除非你這個產品是很貴 價值很高的產品 那你才會這樣子一對一 可能是好幾萬塊 甚至幾十萬的東西 以上才有可能這樣子一對一 否則的話呢 一般我們做跟進信的方式就是 自動回復信就是 他今天加入名單之後 譬如說他加入Email的名單 信件就會自動發送一封信件給對方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名單的蒐集方法技巧嘛 對不對 你可能先自動回復信給他的第一封信 就是承諾你當初要送給他的那個贈品 因為當初人家是因為看到你的贈品 所以要加入你的名單 填了Email 所以你的第一封信就是要履行你的承諾 把你的贈品寄給別 寄給對方 那你可能是一段影片 那你就可以記這個影片的連結 還有登錄的密碼 這是一個技巧 那還有一種 自動回復信之後 第二封信跟第三封信 第四封信 第五封信 可能隔兩天隔三天 或是隔 隔兩天兩天兩天 三天不一定 看你怎麼去安排 這個叫做跟進的系列信件 一系列的信件 那這個必須要靠系統來做 你的人腦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這個一定是靠系統 那在國外有最便宜的Solution 就是GetResponse這個平台 我們在進階課程裡面有教他怎麼去做 細部的實際操作的設定 這樣的信件呢叫做一勞永逸 就是你之前先把跟進信件 譬如說其實我自己已經寫了二三十封了嘛 然後呢 我是前面每隔兩天三天寄一封 之後是每個禮拜寄一封 那我寄的內容呢 其實就是把我的網路行銷的這些 曾經經歷過的經驗 把他寫出來一篇一篇的文章 然後讓他慢慢的感覺 這些文章對他是有幫助的 然後他也沒有退訂我的電子報的話 這個客戶呢 將來成交機率就比較大 就比較大 所以這個就是用跟進信件去逐步的跟進 這個需要靠系統 那還有呢 Light Ad 目前我最常使用的Light Ad 就是他也可以做到第一封自動回復信件 就是你只要加入我的Light Ad 我就會自動給你一封歡迎訊息對不對 那我也會把歡迎訊息裡面附上一個連結 就是我要送給你的那一個Light Ad的完整教學的說明連結 大概將近一個鐘頭的說明影片的網址 我是這樣子做的 這是Light Ad 但是Light Ad沒有辦法像電子郵件去做系列性的跟進 系列性 每隔幾天每隔幾天自動發 不行 Light Ad不行 這也是為什麼我的八點檔必須每天發的原因 一來是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創作 本身喜歡寫東西 喜歡錄影片 喜歡做這些資訊型的創作 所以我每天寫是逼迫我自己去思考新的東西 或是去吸收新的知識 去看書或去聽演講 或在YouTube找資料 在網路上找資料 這是迫使我自己去進步 所以我要求我自己盡量每天去發八點檔每天去寫 那像現在我在錄影片 所以這些都是多媒體的素材 影片、照片、文字 這幾樣東西都是我從好幾年前就開始慢慢累積的 我寫部落格就是在訓練的文字能力 然後拍照片我會買高階相機 一來是因為我拍小孩 一來是因為我工作要用 然後一來是因為我拍起來覺得 好帥喔 好好看喔 所以就會迫使我自己一直去學習這些東西 因為興趣 因為熱情 錄影片也是 我覺得錄出來的品質 為什麼沒有人家好看 我就會去追求 這個技術到底怎麼樣可以錄得比較好看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錄的畫質不好看 跟那個很好看的 我們先講 先不講內容 我們先從外表來看就好了 還沒看內容 光是看到那個影片的畫質 比較好看的畫質 你就會多注意幾秒 多停留幾秒鐘 對吧 我自己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要求我自己多去努力 這方面 因為今天晚上有直播 所以我先講到這邊 等一下要直播了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跟你講 手機簡訊的更進方法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講 手機簡訊的更進方法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